这个男人正偷偷往自己老婆的酒杯里滴毒药 为了小三和老婆的亿万家产 他决定要杀死自己的富豪妻子 老王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 他的妻子是叱咤商计的富豪女老板 夫妻二人都是名人 结婚多年也都相敬如宾 可就在几个月前 老王却跟自己的学生相爱了 为了能和年轻貌美的小三在一起 再光明正大地继承妻子的财产 老王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那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自己的妻子 就在妻子死亡的第二天 老王往眼睛里滴了一滴眼药水 伪装成伤心难过的样子 所有人都以为老王因为妻子的死而一蹶不振 就连老王的丈母娘也忍不住走过来抱住老王安慰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老王却在当夜就急忙冲进小三家中 和小三激烈地拥吻在一起 与此同时 警方也在对质起案件展开深入的调查 原来就在妻子死亡后的几个小时内 看管的保安在照常巡逻时 居然在电梯里 看见妻子的尸体睁开眼对着他笑 保安大惊失色 随即晕倒过去 等他醒来后 妻子的尸体也不翼而飞 警察阿伟来到停尸房调查情况 报告显示 妻子死于心肌梗塞 尸体也没有任何特殊情况 再加上 妻子生前并没有与人结怨 所以一时找不到偷尸体的原因和嫌疑人 为了得到更多有效的信息 他们决定要找老王调查情况 而此时的老王还在小三家里逍遥快活 得到妻子尸体失踪的消息 也是大为慌张 因为就在昨晚 是他亲自往妻子的酒杯里 滴了一滴毒药 这件事除了他和小三 不可能有任何人知道 本以为妻子会就此消失 却没想到 到了这时却突发变故 到了警局后 警方开始询问老王 关于妻子生前的事 老王全程都显得极其不耐烦 直到法医提起 全身僵硬症时 老王才罕见地慌了起来 他连忙问法医 这是什么意思 是说妻子还没死的意思吗 阿伟急忙将法医叫走 叫他不要胡说 法医却表示 在找到妻子尸体之前 任何不可能的情况 都有可能是最后的真相 因为法医的话 阿伟将怀疑对象 放在了老王身上 他问老王 妻子尸体失踪的几个小时内 他在哪里 老王说自己在药店 阿伟却直接拿出了 老王车子上的罚单碎片 这代表 老王在药店门口停了很久 老王当即开始恼羞成怒地 大吼大叫起来 同事则急忙将阿伟拉走 就这样 审讯室只剩下老王一人 然而没过多久 警局突然就陷入了一片黑暗 老王身后的保险柜 缓缓打开 老王感觉有些不对 走上前去 才发现 保险柜里 装的正是自己 杀死妻子的毒药 趁着其他警员过来 老王赶紧将药瓶 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而这一幕 也被赶来的阿伟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男人刚刚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好不容易能光明正大地和小三约会 还能继承妻子的亿万家产 却没想到 第二天 妻子的尸体就神秘失踪了 自己还因为得意而破绽百出 成为了警方的最大怀疑对象 老王在警署 看见了自己杀妻的药物 趁着停电的功夫 迅速将药瓶装到了口袋里 却被赶来的警察阿伟 撞了个正着 阿伟逼问老王 刚才藏起来的是什么 老王自然死不承认 阿伟迅速上前 将药瓶从老王口袋里掏了出来 并交给了法医查看 法医却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在警署 看见过这个药瓶 因此 所有人都认为 这药瓶是老王从外面带进来的 老王也成为了最大的怀疑对象 阿伟和同事来到了停尸间大楼外 想要从这里找到更多线索 果不其然找到了一条神秘通道 虽然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信息 但因为这条通道 他们可以得知 这所大楼是存在监控拍不到的死角的 在警署里 老王也在厕所的窗台上 看见了一张贺卡 这让他大为震惊 因为既贺卡 是妻子常对他做的事情 原来老王是典型的软饭硬吃 他比妻子小上十来岁 因为妻子的权势滔天 他在认识妻子不久后 就入赘到了妻子家 还得到了妻子公司的股份 不过也是因此 妻子对老王的占有欲和掌控欲非常强 这让老王非常不满 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青春靓丽 又善解人意的小三 老王和小三很快就私混在了一起 老王还拿着妻子的钱 为小三买了一栋房子 没过多久 小三就怀上了老王的孩子 而妻子似乎也发现了什么 他对老王说 希望他能跟自己去国外住一年 不过老王却因此 更加坚定了想要杀妻的念头 回忆到这里 老王被小三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思绪 看着手上的贺卡 老王脑子里更是一团乱妈 这个时候 阿伟准备带老王 去往丢失现场附近搜索线索 就在老王跟着阿伟出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 警署电子表上的数字变了 变成了十年前的晚上 阿伟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没当回事 只有老王在不停地抹着脸上的汗 因为上面的数字 正是只有自己和妻子 才知道的某个特殊日子的时间 而与此同时 阿伟同事的手机上 突然收到了来自已经死亡妻子的短信 在停尸间的大楼外也发现了妻子的脚印 就连警署的火警系统也出了问题 开始不停地往下喷水 老王越想越不对 急忙给小三打电话 问他之前有没有接过奇怪的电话 小三说 自己的确接到过一个尾号为4104的电话 老王一愣 告诉小三 这正是妻子的手机号 小三顿上慌张起来 老王则迅速表示 让小三不要出门 将门窗锁好 还准备说些什么时 老王突然在窗口看到了妻子的身影 妻子对着老王微微一笑 然后离开了现场 老王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在警署的一切都是妻子设下的陷阱 妻子很有可能早就察觉到了一切 所以事先往自己身上注射了解药 利用全身僵硬症状伪装死亡 然后来找他们报复 就在这时 法医也检验出了药瓶里的成分 确定是导致死亡的毒药无益 阿伟想要利用这个证据 将老王以嫌疑人的身份暂时拘留起来 上司却大骂了阿伟一通 还让他立即放人 这个男人为了小三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却扭头看见妻子的尸体 在对着他微笑 不仅如此 自己的身上还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灵异事件 男人颤抖着手打开裹尸袋 直到看见一位老人的脸才放下心来 因为妻子的设计 警方已经开始怀疑自己 他只能先强装镇定 接受警察阿伟的调查 阿伟告诉老王 自己在老王妻子的姐姐那里 找到了两人的婚前协议 上面写着 如果老王婚后出轨 那么他将净身出户 而就在妻子死亡之前 妻子顾的侦探 就已经掌握了老王出轨的证据 所以阿伟有理由怀疑 是老王为了得到妻子的财产 所以故意用瓶子里的毒药 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了妻子 老王急忙跑到厕所呕吐 虽然他还没有写下供词 但他毒死妻子的事实已经被证实 就在这时 老王收到了来自妻子的短信 上面发的全部都是 自己和小三在一起的照片 而最后几张显示的位置 却是在小三家中 所以这代表 老王死去的妻子此刻 就在小三的家里藏着 他急忙给小三打电话 让小三强装镇定从家里走出去 就在小三准备从家里跑出去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玄关处的门居然被锁了 随着手机的落地 老王彻底跟小三断了联系 为了救小三 老王将自己和小三从相识的交往 到最后 小三怀上他的孩子 还有自己怎么计划杀妻的来龙去脉 全部告诉了阿伟 他告诉阿伟 妻子的战友欲极强 自己被妻子逼得喘不过气来 直到遇见小三 他才重新感受到了身为男人的快乐 但他又不想就此净身出户 他在妻子身边隐忍这么久 如果就这样 什么都没得到就走了 那么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就白受了 所以他决定毒死妻子 但妻子的尸体的确不是他偷的 他怀疑妻子根本没死 现在想要报复他们 可阿伟却告诉老王 自己的同事已经去小三家里找人了 那里根本就没有人住过的痕迹 不仅如此 也根本就没有小三这个人存在 这让老王大惊失色 认为这全都是妻子的计划 他现在想要去寻找小三 因为老王供辞的前后不一 再加上上司的不断施压 阿伟只能先暂时放了老王 老王迅速开车前往小三家 在路上 老王突然回忆起了 十年前发生过的一件事 当时老王和妻子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不小心撞到了一对姐妹 妹妹被自己撞下山崖 姐姐则当场死亡 老王想要拨打救护车 却被妻子阻拦 因为不想坐牢 老王和妻子 只好将姐姐的尸体埋了起来 而这个日期 也是只有夫妻二人知道的秘密数字 老王急满拐弯 来到当初埋尸的地点 就在他下车想要寻找时 却突然看见了阿伟的身影 原来这一切都是阿伟设的局 当初被老王夫妻撞死的姐姐 正是阿伟的妻子 而妹妹却被阿伟救了回来 妹妹告诉了阿伟 当时事情发生的经过 可她却不记得父亲二人的长相 直到多年后在一本杂志上 她才在上面 看见了一个和那辆车上 一模一样的标志 于是阿伟展开了一系列复仇计划 从妻子死亡开始 偷尸 到老王身上的药瓶 还有之后一系列 针对老王的灵异事件 都是阿伟利用植物的便利所做 阿伟还对老王下了毒 用的正是老王毒死妻子的毒药 老王在临死之际恳求阿伟 希望她可以放过小三 因为她是无辜的 阿伟却突然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她告诉老王 小三就是当初被撞下悬崖的那个妹妹 这一切都是妹妹跟自己联手作下的局 而自己之所以可以掌握老王的行踪 也是妹妹在老王的腰带里藏了追踪器 听到这里 老王直接昏死了过去 第二天老王醒了过来 他发现自己没有死 不仅如此 身旁还埋着自己妻子的尸体 警方将老王带离了现场 最终 老王以故意杀人的罪名被抓捕归案 而阿伟和妹妹也一同开车来到了山顶 他们在当初姐姐去世的地方纪念着姐姐 从今以后 他们再也不用背负仇恨而活了